中文字幕 李宗盛 當時在內蒙舞拍戲的時候 整整五天沒有睡夠覺 治療到現在我已經慢慢的感覺到累會想睡覺 其實真的是進步非常非常多 謝謝拉菲爾讓我找回健康 我就是長期的失眠 然後會焦慮睡不著 以前在做防重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高壓當時沒發現 然後慢慢的從那個時候開始 越來越不能夠睡覺 我好像頭腦都是一直在轉 沒有停下來 閉著眼睛然後莫名其妙的 就是翻來覆去的睡不著 以前在睡覺的時候 睡前都會吃大概三種不同的藥 才能夠比較安穩的入睡 一種是加常睡眠的藥 然後一種是快速入睡的 然後另外一顆是那種自律神經的那種藥 從來沒有講過就是藥會越吃越依賴 當時在內蒙舞拍戲的時候 方圓的那個四百公里 是沒有任何的東西 沒有醫院沒有商場什麼都沒有 因為藥沒了 所以整整五天沒有睡夠覺 就這樣拍了 對是嚴重到這個地步 因為那是一部蠻大的電影 所以我基本上是靠意志力去把它拚完 累到我眼睛很模糊 就是視線都很不清楚 而且會味光 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會騎很快的馬啊 然後有一些拿兵器的動作 所以我要特別謹慎 當時是上警發條 到最後一刻轉了一個場景到銀川去 那個地方就還好 到醫院有100多公里 所以他們就趕快的就是把我送去醫院 當然你睡不著然後幹嘛的 你其實會影響到身邊的人 包括當時不吃藥 然後突然的有戒斷症的時候 我是真的脾氣非常不好 其實我本身不是一個這麼抱的人 明明知道人家是為我好 但是我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不讓我好好睡覺 你為什麼不讓我吃藥 然後會生氣會翻來覆去 比如說我還會喝酒 我會想要不吃藥 然後靠酒精去睡覺 但是喝酒打呼聲音很大 會吵到身邊的人 我覺得這是影響別人的作息 非常不好 我老婆 當時還不是老婆 當時是女朋友 她上網查的 如何去治療 而不是去看神經科拿藥 她還是希望說能夠從根本治療做起 當天來的時候 我是沒有要治療 我是生氣 我是想走 我會覺得你在為難我 因為當時的想法 會覺得很煩 然後很負面 我老婆堅持要治療 沒關係 那我就治療給你看 讓你知道沒有用 結果第一次治療 在治療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是真的不小心睡著 然後我覺得 要不然再試試看好了 治療到現在 我才發現 其實有的時候真的 連該花 真的是要花 因為如果再這樣吃藥 撕下去 不知道不然你會失智了 到現在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我已經慢慢的 感覺到累會想睡覺 我覺得這個優勢就是 它不會有任何的副作用 這邊還是比較靠 比較天然的方式 像這台機器 然後像這個療法 靠一些不同的電波的方式 然後去做一個身體的調整 自律神經方面的數據 慢慢回復到正常 治療前我要靠很多的藥物 才能睡覺 治療後 醫生開給我的藥 我從各一顆 然後撿到各半顆 到有時候 是能夠自己 不小心累到睡著 其實真的是進步非常非常多 你這樣突然講 我突然想到這個事情 以前在面對一些事情 會覺得恐慌焦慮 然後也會吸不到空氣 我的下背 健身的時候 因為硬舉受傷的關係 整個下背會麻 是真的很不舒服的 後來就是院長 有幫我調了一些地方 就是穿治療衣 調整了大概兩三次 調整完了以後 是改善很多 其實我來到拉菲爾之後 到現在其實轉變是非常大 來到這裡第一次見到院長的兒子 發現自己的自律神經診 那個數據 真的是很糟糕 然後我會覺得 全世界都好負面 對 然後會覺得你們要騙我錢 幹嘛幹嘛了 我都去別的地方治療過了 沒有用的沒有用的 結果到現在 其實我是整個人 是很輕鬆很放鬆 然後覺得生活 越來越規律 越來越正常 滿感恩就是有老婆的陪伴啊 然後院長專業上的治療 來這邊治療以後 人生還是滿有期望 滿有盼望 謝謝拉菲爾讓我找回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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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鈴 umm 感谢观看